你的热身是怎么做的 我想每一个专业的表演者 不管是舞蹈还是弹琴 你非常需要一种注意力的 一种绝对的集中 因为在舞台上的非常细微的 比如说不管你的感受 还是你的音乐对音乐的处理 都需要你大脑极度的这种 集中来去掌控它 但是同时呢 这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但是同时你还要保持一种放松的 这种状态 这个就是最难的 但是会不会像我刚刚问的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是贝多芬 明天是肖邦 会不会今天的 你中午吃的东西就刻意会不同 吃牛排才演奏贝多芬 体力比较好一点 喝喝酒 然后这个对是怎么样 你是喝的话要吃两块牛排还是怎么样 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紧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当天的情绪比较放松的话 可能就也没有特别注意 云迪上台 他是贝多芬也好 肖邦也好 就在他手中 他就在诠释他了 就是应该说这些上升才对 不同的个性的人会去喜欢听不同的作曲家 你的看法呢 我是同意的 因为巴赫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从我自身对自己演奏 所以我觉得对音乐家每个人来讲 人生的每个阶段 可能你都会去诠释不一样的一些作品 因为还有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在我自己的话 我非常喜欢巴赫 也经常去听包括像格林顾尔这些 他的那个非常 大家非常有代表性的 像哥德堡编程曲的所有的版本 包括像Horrit演奏的 非常欣赏包括他的Chakun 包括像Personi改编的这些 还有Pattita 主曲等等 我都非常欣赏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 现在还不是时候去演奏 因为巴赫的其实他的技术 并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它复杂在于他音乐的 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这种神性 这种神性我觉得是 可能真的是随着生活的阅历 然后自己对人生的意义的 一个体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感悟的 我觉得现在 我还没有到那个 能够感悟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所以说 我还是比较选择在浪漫派时期 去自由地去发挥 是 因为我是个爵士乐迷 那爵士乐的一个根本 就是叫极星创作 就是它 它怎么去在演奏的过程中 或许主题呈现一遍之后 就放空 然后进入到极星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自己的戏 很多都是靠这个方式来编的 我会让演员了解我现在这场戏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框架 然后我会非常让他们花很多时间了解他们是谁 就是他的人物是什么 然后我就会把他们放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开始演 但是他这个已经不叫演了 他就是生活了 是的 其实就像在一个巡演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可能会同一个作品 会演奏很多遍 那有包括像我经常会演奏的肖邦 可能十年前我也演奏过 那现在再谈 他感受和你的这种体会 而且你追求在每一次 可能每一个舞台上 哪怕是一个呼吸 一个乐剧的这个组织 你都可能会在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去创造 再去调整 然后呢你同时也会 因为你自己之前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或者说一种情绪的一种韵量 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框架之下 放开掉这种原定的一种规律 然后再去创造 这也是一直我觉得演奏艺术 对我来讲在舞台上来讲 一直也在琢磨的一件事情 这个需要勇气吧 首先需要勇气也需要 当然我觉得因为钢琴来讲 还是需要大量的去训练 因为你的控制力和掌控力 包括你的手指 这个是一定要在一定的状态下 它才能听你的指挥 那你在演奏的时候 敢不敢把自己就放掉 我觉得对于钢琴来讲 这一点会比较难一点 就完全放掉是不太可能 因为你需要去控制你的机能的运作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精确性 还有等等其他的因素存在 但是你放掉 你会不会它还是能够机械性能够运作 按照惯性来讲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就像练习 不管就像运动员 他可能遇到它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他并其实已经没有经过大脑再去倒手指 因为这个是在平时练习过程当中 已经都形成一种规律了 你问的可能很奇怪 因为我问的有点像是 在演奏过程中能不能禅定这种感觉 但是我想在 其实在演奏过程中 所谓的这种放空是在 具有非常熟悉 首先得具有非常熟练 然后非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同时 才能再创造 如果你是比如说一个新的作品 你肯定还是会非常担心 因为你对整个乐曲的一个驾驭能力 和掌握能力 你都是全新的 你都就像这条路 你没有来来回回走过很多次 你不知道中间 这个弯还在砍 那比如说你走过很多时候 你可能闭着眼睛 都知道在什么时候是哪 可不可以谈一谈 你觉得现在古典乐 对于我们现在 你一年在中国演奏多少场 二十多场 二十多场 好 那你觉得 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整个文化 对年轻人或什么 它的影响力 现在是怎么样 有没有越来越 我觉得是两种看法 因为一是对我来讲 我希望是去普及古典音乐 但是在普及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遇到各种的困难 因为古典音乐它本身 如果在西方的话 它是非常 应该说是非常难去亲近的 就是说很难做到 就是说大众化这一点 因为它本身需要你理解它 这个门槛就很高 不是说好像像听流行音乐 大家可能几个简单的旋律 大家就好像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忙忙上口一样的 但是古典音乐在传播 包括在演绎的过程当中 都需要大家事先的 就像去对 不管是对作品的了解 甚至于是之前有过欣赏过 甚至于很多人 都有自己小的时候学习过 因为在欧洲比如说 他们欣赏音乐 可能跟文化的差异有关 大部分的听众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都学过钢琴 或者说等等其他的一些乐器 所以他们在欣赏一个作品的时候 已经具备自己的一个标准 或者说有一定的框架 带着一定的期待和水准来欣赏 这样他首先有自己的一个期待 同时最后也看有没有能够 让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个演出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与观众的交流可能会更 包括这些古典音乐 其实都是几百年前的一些作品 版本都已经听过几十个了 怎么样再去创造它 因为它本身美的东西 有的时候你又会有些顾忌 因为觉得这样谈 是不是又谈不出什么新意来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传统 老师教的或者你所听到的 包括你自己去发掘 包括你就算自己消化之后去体会 你觉得其实还是这样的合理 但是呢大众也是需要新鲜的 所以新鲜就是 怎么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听的 觉得差不多嘛 这也是其实最难的 也是古典音乐发展到现在的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瓶颈 因为像比如说像贝多芬的 像教想乐 所有的大师托斯卡尼尼到 什么卡拉扬 再到什么阿巴多等等 Chili Bidakin 这些都指过这种作品 但是你其实到现在 其实非常为难 年轻的这些指挥大师们 怎么样再去把这些作品 大家其实都非常耳熟 你想到什么命运啊 听起来都是都能知道的 你能够把它演绎出新意 其实这个新意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 空间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 这边你谈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 我也觉得我也经常在思考的一个 或者是我被迫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难道一定要不断的创新吗 如果尤其你是个古典音乐的演奏家 那你凭什么要创新 你是不是应该要像傅聪说的 你要守护那个东西才更重要呢 你要守护那个智慧 你要守护那个美学 那个美感 难道那个不更重要吗 是的 但在这个观念当中 我也一直在寻找它的一个平衡吧 因为我自己 对我本身来讲 我两者其实都非常的喜欢 因为传统和守护 是我本身从小到现在学习 就像对专业来讲是尊重和尊敬 带着非常虔诚的心态 我觉得就像一种非常虔诚的一种状态 去展示 但是另外一种呢 当你在不断地成长 不断发展当中 你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 你也非常迫不及待 希望把一些新的信息 把它融入进来 这也是在演奏过程当中 和我在表演的时候 一直在试图去平衡自己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 尤其我做编剧 做导演 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就是每一次人家来一个新的戏 说那你的心意在哪儿 到底有什么不同 或者你说的《暗恋桃花园》 来一个新的版本 有什么不同 我如果说没有什么不同 那大家就觉得这个很没意思 但是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觉得我们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新 我们东西一定要好 我们好不是就好了吗 我们精彩不是就好了吗 我觉得你如果只是为创新 而做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也可能会一下流行 一下时髦 然后就没有了 那像我做一些 好比说像《如梦之梦》 这样一个 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 没想过不可思议的一个 八个小时的一个戏 然后观众是坐在中间 然后戏子绕着它四周 这个东西就满足了所有人 对新的一个要求 但是对我来讲 它是必须是有一个 有机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是的 就像在演奏作品当中 一定要怎么样去创新 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 可能有的时候 是时代的一个惯性 因为就像大家现在 每天更换的 不管是日常的生活用品 不管是手机 大家都讲 有没有最新的 什么都是最新款的 演奏有没有最新款的 所以差不多这种 我觉得是社会的一种 习惯性的一种状态 谢谢大家 咱们 有没有最新的 写真 都有 好 都